这样一块材料 竖着像个菱角 横着看 像个爱心 倒过来看 里面像一只靴子 料子整体有着厚厚的黄雾层 包裹着里面的绿花 白肉 这样的黄加绿小三彩的料子 还是比较难得的 那么究竟该如何设计呢 先让我们好好地观察一下整个材料 材料大概有一公分厚 做些立体或者半立体的小件没有问题 材料的种有够老 出货的效果可以有不错的保证 白肉部分棉纹略微明显 但是白肉部分被黄雾称碗状包裹 若将二色玻璃分开 配合材料的厚度 可将碗中雾完美立体地刻画出来 看材料上方被黄雾包裹呈尖角的位置 仿佛似有鸟嘴的形状 那么就往鸟类的方向尝试一下 以雄鹰为主体 色花部分配以山顶的松峰 雄鹰立与松峰之上俯瞰天下 目光犀利 有傲视群雄的雄心壮志